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凯拉撒南的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帕尔玛西娃上师 在今天早上呢 师父在给我们的开示中讲到了 现在这个Chatru Masya 也就是说从禁师节到九夜节呢 胜利之日 大家知道九夜节其实是十天的庆典 有九天呢是 可以说是庆祝 David女神战胜恶魔 然后最后一天呢是胜利之日这样 所以呢到十月十五号之前呢 从现在到十月十五号之前的 三个月的时间呢 师父说我们要去显化意识的主权 要去显化超能力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这样 在这个开示中呢 师父讲到 显化意识的主权 就是要让自己在正确的时间 把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花在正确的事情上 他说在过去的这个三年的时间呢 他被可以说是被这个 Paramashiva保护起来 大家知道在过去的三年呢 其实师父是没有在人类社会的 一直到现在呢 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他也没有完全公开 所以呢 就是这样把自己保护起来呢 每天都是在宁静祥和的状态中 他说就是可以去尽心的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在三摩地 然后下载 所有的要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他说他现在的点化能力呢 是之前的上千倍 如果之前我们 接受过师父的点化 或者是这个 接受过师父的灵药 那么在现在呢 师父说这个Oshida和他点化的强度呢 就是上千倍 他讲到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生的问题 抑郁啊 愤怒啊 悲伤啊 焦虑啊 所有这些 失眠等等的 师父说这个Oshida 它强大到可以在你服用之后呢 立即的去打击对应的那个寄生虫 第二天早上你的寄生虫排出去之后 你的人生这个痛苦了十年的问题 瞬间就不存在了 而且甚至你连想都想不起来 存在的时候是什么样这样 就是这么的强大 这个听起来让人非常的向往 然后呢 师父就说 等到开拉萨可以打开的时候呢 这些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礼物 都可以跟人类见面了 当然除了这个礼物之外呢 师父在开始中还说到 比如说 现在我们马上可以享受的礼物 就是他 整理的这个 印度教三大经典的注解 就是我们的梵天经 Brahma Sutra 还有 伯家梵歌 还有奥义书 所以这些呢 师父就是把它编整起来 然后加上自己的注解 所以呢 这本书我们也非常期待 他与我们见面 然后师父也说会在未来呢 跟我们讲这些经文 讲这些经典这样 这些呢 都是现在他可以立即给我们分享的一些礼物 他说也不需要等 然后呢 在开拉萨打开之后呢 还有更多的礼物 他也提到了 有新的 从开拉萨来的物种 包括植物和动物 动物呢 他讲到了这个 有一个多鼻的大象 他这个教授名字 大家可以去开示中看这个法文的词汇 但是他那个 这个大象我确实在我们寺庙见过 就是在我们的寺庙呢 有这尊象的雕树了 它是有很多条鼻子 然后呢 是其他的 就是跟我们现在地球上的象是一样的 有这些从开拉萨来的新的物种 师父说这个基因已经好了 但是怎么能够用人类可以接受的科学方式传递给人们 这个是有待解码的 像这样呢 还有非常多 比如说像电能啊 生物能 还有就是我们开拉萨的所有这些电子设备 也都已经完成了这个科技 但是怎么传递给人类呢 这些也都是有待我们再一步的 揭示 所以这些听起来就像是科幻故事 但是确实是现实 就是师父在过去的三年呢 确实从开拉萨给我们带来太多的礼物 然后呢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呢 这个这些礼物能够在开拉萨打开的时候跟我们见面 师父在开始中讲到了 在泰米尔省呢 非常不幸的就是很多灵性练习包括穿刺和走火呢 就已经对于儿童以及 就是即便是有监护人的儿童呢 也都把他给禁止了 作为这个非法的行动 师父说呢 其实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些活动 这些呢是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极其强大的从痛苦受害者的这种情绪当中走出来的灵性修行的方式 他从小呢就接受这样的可以说是灵性的修行 他说这个就是他们家族的传统 没想到现在呢 这个无意识的印度教的政府 无意识的印度的政府不是印度教 他是和印度教没有直接关系了 现在就是印度呢 已经不是印度教的国家了 他们支持的也不是印度教的传统 所以呢 像所有这些都已经在印度禁止了 所以呢 师父在开始中也非常的感慨 趁着瑜伽和冥想还合法呢 大家赶紧去做吧 也就是说呢 这个国家越走越偏 印度教呢 在这个现在的印度呢 生存是没有机会的 所以呢 师父就是非常感慨 我们要有这个印度教的国家 没想到呢 现在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国家地区 给开拉萨不同程度和层面的认可 包括这个外交关系 但是师父说所有这些合法关系 因为很多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对外公开 但是已经有国家承认和开拉萨的主权 从不同的层面去承认开拉萨 以及和开拉萨建立了这个合法的双边关系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 希望呢 更多的同修能够看到开拉萨对人类事业的贡献 并且呢 愿意加入到这个事业的建设 我们知道这是帕尔玛西瓦的决定 他这次来到地球就是开拉萨的复兴这样 这个文明的复兴 所以呢 你如果能听到这个召唤 就证明你是开拉萨来的居民 那么也跟我们一起加入到开拉萨事业的建设 然后把人类的未来 最美好的未来展示给人类这样 最后呢 这个录像再回到师父讲的主题 就是我们要用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去做该做的事情 意识主权的发展 有利于意识主权发展的事情 师父说他没有把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用在和这些反印度教的人的势力打架上面 他就只是用来做该做的事情 结果在这过去的三年呢 虽然他把自己从人类社会隔离开 但是呢 他下载的东西的价值呢 是太大了 也就是说呢 在开拉萨可以打开之后 他可以呢 给更多更多的人 就是比之前相比更多的人点画 他点画能力更强 而且呢 每一个点画的力度是之前的上千倍 所以呢 这也是我们的启发 我们要在人生当中呢 去用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花在我们有助于意识主权觉醒的 这样的事情上 而不是让自己去花时间和空间去恨 或者是抗争身边的人或者这个世界 这些全都是幻象 而且是损害我们自己 也就是说 即使你赢了 又能怎样呢 你 你人生真正的使命和目标都错过了 这样 所以要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 不该做的事情就放下 这样 也希望同修们在响应师父的号召 在10月15号之前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灵性修行上 放在经文的学习上 放在自己的意识的觉醒上这样 好的 想要更多了解你向南达大师教学的同修呢 如果你们想要上各种各样的免费的在线的课程 可以跟马开拉西亚联系 我的微信是14595087 感谢大家 明天亮灯